《苹果之心》《唐成敏旭99年四大原因救命》 唱红、专属天使、菲尼莫属等歌的创作歌手Tank,以本名吕剑终于二年前宣告付出,近期悄悄推出新级、新计划,象征他人生新的开始,他接受《苹果》专访透露,36岁的他重获新生,过去他长达九年时间叙旧,主因是在他24岁时遭逢唯一的子子过世。 加上生活及工作压力排山倒海而来,他靠救金母麻醉自己,自毁大好前程,有遗传性心脏病的他,险些连健康都陪上,他痛改前非,借酒多年,二年前他受访时,坦承2014年时离婚,女儿监护权规前妻妹妹,这次他说,前妻看见她的改变,双方协议后,决定将监护权规她。 如今他学习兼顾家庭及事业,盼作个好爸爸,不让八岁女儿画画及家人失望。 谈及心急中,唐克认为最能代表现况,是夜里的月光。 他表示过去过得很痛苦,很辛苦,特别是24岁那年,子子因心脏病过世。 他谈说,我只有一个子子,失去很重要的人的时候,让我失去重心。 他曾有九年靠着酒精逃避生活。 我的工作生涯有一半时间都在喝酒,也有过喝得满身酒气上台表演的经验,不会导致工作失常吗? 他苦笑说,歌迷没发现工作人员有常常劝我,那时我戒不掉那个习惯,一想到很多压力,就会开始找酒压抑自己。 六年前他开始戒酒,期间当然失败过,谈说,应该要把手绑起来关在家里的,把酒丢掉也没用,就算家里没有,我还是会想尽办法去找,只要一天不喝酒,心里就不舒坦,我就是酒精中毒了。 他透过音乐和信仰转移焦点,加上为了健康着想,才成功借酒,若有应酬或演出庆功宴怎么办? 他表示,认识我的人都知道,我有心脏疾病不能喝酒,厂商也不会特别逼我喝。 谈及身体状况,罹患遗传性心脏病的他,已有六年时间没发病, 控制相当良好,他表示以前一碰到天气变化就会喘,体力变得很差,自嘲像是老人一样,以前喝酒时,心率去颤气场有误判情况,现在很好,做什么事都很轻松,半年回诊一次就好,医生说我状况都很好,心率去颤气若没常常放电,也无需更换电池。 医生说过放电次数大概一百多次,如果我被电一百多次就很夸张,装了一零年,还没换电池。 营向心的人生,他期许自己不要像过去那样糜烂,学习面对,享受生活,且他除了歌手身份,也常受邀演唱,分享如何借酒,以及走出失婚。 他没算过自己花了多久时间是怀失婚礼事,他认为,相信有很多年轻人跟我有相同遭遇,他们听到这样的事,也许我可以用这样的故事帮助他们。 他透露一年半前,和前期协商沟通后,女儿监护权已转到他名下,他带助女儿与妈妈同住,工作忙碌时,妈妈也能帮他照顾孩子。 如今女儿已八岁,正就读小学一年级,他最担心女儿思想早收,他很会察眼观色,看人的情绪,说话,做事,很怕他太压抑,也说正在学习怎么当个好爸爸。 他提到先前女儿八岁生日时,他在马来西亚工作,赶回台市女儿已经睡了,那天是他生日,我有答应他回来要一起去买礼物。 过两天才带他去,让他挑自己喜欢的。 问及感情状况,他称是单身,是否想过再婚,他深思片刻才表示,对我来说不是那么的需要,现在日子过得没有什么不好,再老一点应该也不会有太多心思了吧。 女儿是否提及希望他与前妻复合? 他表示没听过,我不知道他稀不希望,但会试住去探讨他的想法,也说希望能给女儿一个稳定的生活。 。